感谢天恩室的也委屈我们邱兰姐 因为麦克风的好像声音有一点失常 所以不能把我们阿兰姐美妙的歌声 很正确无合的传达出来 这也是告诉我们 在我们一天的生活当中 有很多突如其来的插曲 不是在我们掌控当中的 那如果这些事情来的相当的突然 也带给我们一些些许的 不舒适的感觉的时候 这个时候修道的好处就呈现了 那就是把它放下 一件事如果不能改变就把它放下 坦然的去影响下面一个阶段 要出现的问题 刚刚我们在唱圣歌的时候 看到最后的字幕没有 我们坐落人间数十年 招惹了万千的烦恼的俗事 贺学在昨天晚上在佛堂里面 跟几位前贤分享了自己 最近的这一段的心情 心境 谈不上心情 因为心情就会有高低起伏 就会有喜怒哀乐在里面的一个串联 我讲的是这一段时间 不断在往里面去省思的时候 所带来的那种的震撼 我昨天是这样子 跟我们同修道伴讲的 我说我在省思 我们人生啊 谁都处在高处的时候 没有骄傲的必要 任何人如果处在比较低落的环境里面 你也不需要悲哀 因为人的一生就很像一个摩天轮 他总会攀到最高处 他也总会从高处逐渐的往下去坠落 我们如果不能够透过这一生的修道 去出这个生死的一个束缚 我们就永远是坐上摩天轮的人 我们永远没有办法下来 我们在人间的摩天轮 我们可以随着自己的意思 我不购票我不上去 我就没有上下浮沉的这些困惑 但是在人生的这条路上 如果我们不去了脱生死的问题 我们就是坐在这个摩天轮的上面 我们永远没有权利去主宰自己 什么时候我可以下来 你唯一能够控制的只有透过休息 而我突然感觉到 好像觉得在这个地方 呆得这么样一个混乱的城市当中 觉得待得太久了 有一点艳逆这种角色的扮演 因为不单单是我 我们在座的前嫌演一样 我们六万多年 在演这么一个荒腔走板的烂戏 演了那么多的所谓的喜怒哀乐 悲欢离合 真正可以让我们很高兴 值得欣慰的事情没有多少 但是让我们带来很大的痛苦 伤害的感觉的事情 倒是似乎每一个人 都有一本说不完的苦的经 所以当我们有这样子一种感觉 有这样无奈的时候 你就不要忘记了 透过这一种感觉 透过这种无奈 我们要唤起我们修道的那种决心 因为唯有这件事情 可以全权由我们做主 我们可以透过这一生的 一个彻底的学习 就把所有这些的负面的情绪 可以让它一扫而空 但是在学到的过程里面 它最大的难处 就是我们在课堂上常常分享的 敌人不在外面 在里面 跟我们如影随形 要克服自己六万多年的积息 谈何容易 我们不要去回顾六万多年 我们光想这一生 我们从小每一个人 诞生在不同的家庭环境 我们有不同的饮食习惯 我们有睡眠的作息 我们还有种种其他 不同的所谓的文化的一个拼凑 这些的东西没有所谓你好 或者我不好 你对或者我错都没有 但是我们要去突破 这数十年来成长过程里面 所带来的基地模式的一种束缚 有的时候我们都很难改变 或许最长局顶时习惯 对不对 有人说我从来没有喝过咖啡 喝了咖啡会让我睡不着 有人说我不能喝茶 对不对 那像我 我从小喝茶也习惯了 我不知道白开水也何物 我出来喝白开水 不会有那种呕吐的感觉 那我们这两种人 摆在一起的时候 到底谁要去退缩呢 谁要去做改变呢 才能够让我们彼此相安无事呢 要求别人 要求自己都觉得 有那么一点点辛苦 就从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 只要有数十年的习惯的养成 他就很难以去超越了 何况六万多年的坚固执着 或许在不断的思维里面 发觉佛真的是很有智慧的人 或许昨天在骑车的时候 我在路上就一直在想 想这么多的烦恼的癥结 从哪里来 我一点一滴的去把它累积 我就发觉每一个烦恼 后面的种子 它都来自于相同的品种 那就是身有我 心有我 对于这个身体的坚固执着 对于自己主观意识的不肯改变 这种强烈的认定 这种强烈的认定就造成了生活上面 各种层面的不同的烦恼跟痛苦 夫妻之间 把这个道理给悟出来了 而我透过了这么多人的一个所谓的传述 这么多古多的经典的一个所谓的记载 我这么不断的在研读的里面 五年 十年 二十年 我明白了 却未必能够当下 就把所有的明白的道理 就把它完全实行在我们的身上 换句话说 理虽然明了 还有很多事项上 需要去补强的 所以在那种赞叹佛陀的 广大妙智慧的时候 又开始往里面想 我为什么要如此亲见我自己 人人皆具足佛性 我也可以乘胜乘险 谁说我做不到 只要我能够贯彻执行我的意志力 我就可以平安无事的 摆脱一切烦恼 所带来的痛苦 我就能够逍遥自在 带着这么一个美好的期许 睡觉了 早上起来 骑着脚踏车过来 就这么短短十五分钟的路 又起了其他的妄念 所以各位前行 洗身容易 洗心难啊 但是围其难 我们才要去做 所以我们老母 在皇母训辞十诫里面就讲 修道如果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花结柳下都能成佛 围其艰难 所以才显出他的殊胜 他的尊贵 不论我们过去因为对道理不明白 我们坚持认为一贯道 的那样的一个难得 或者今天我们研究这么多的道理以后 是不是这个观念就改变了 各位前行 不会 你研究越多的经典 透过三教圣人的一个具体的阐述 一贯道 他确确实实是千古不清传的一个法门 他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这个法门不来应运的 所以我们能够坐在这里 表示过去生 我们是有缘的 我们有缘 而且只要能够坚持自己的意志力 我们就可以不但有缘 还能够有份 在礼拜四 有位讲师问了后学一个问题 他说周讲师 是不是这一生我们回道都帅驼天 但一万零八百年 想一万零八百年的轻浮以后 再来人间就随弥勒参与龙华三会了 我说不是的 不是这样子的 这一万零八百年 是人世间生存环境最艰难的时刻 后学那天不是也举实际的一个数字 跟前嫌报告吗 整个所谓的世界的环境卫生组织 科学家们透过卫星的一个勘察 那个数字是让人触目惊心的 因为我们北极的大陆的冰层会在2040年的时候 现在是多少年 2016 会在2140年的时候 它会完完全全融化掉 这个融化带来的危机是什么 是海水 海平面会高涨 还有太阳的辐射线 少了冰层的一个反射 它就会留在我们什么 地球 里面含碳的元素 它就会越来越高 碳是什么 我们需要很多氧 一氧化碳 那二氧化碳对我们人体会构成伤害的 而在这样的一个温度的一个高升之下 地球所有的国家 它会产生两个极端的效益 那就是极度的钢害 还有极度的什么 水灾 就像昨天 也不过就是半个小时的大雨 不是透过新闻媒体报告 汐纸那边就淹大水 不单单是台湾 其他国家也是如此 而在气候失调之下 农作物的生产 一定会什么 开始萎缩 因为不适合它的生长环境 那我们人是不能摆脱 无骨杂粮的一个供给的 那我们的生活条件 会越来越尖苛的 我看到这一则新闻报道的时候 我是很自私的 立刻算了一下 2140年后学是几岁 一算 那个时候85岁了 想一想 好像不会活这么久 安然了 我心就放下了 你看多自私啊 但是我走了 难道我没有后代吗 难道我没有其他的亲人吗 我还认识那么多的朋友啊 对不对 那能够解决这个我们挂爱的事情 最后综合出来的答案 还是只有一个 那只有修道 你唯有透过修行 然后我们开发我们的良心本性 让里面具足了那个德性 很自然的永生于外 在日常生活里面 用良心作为我们行事的准则 这样子的勤于培养自己的德性 那么不论再多的灾难过来 都会因为你的德好 在共业当中走出别业 也会因为你的德好 让所有有缘靠近你的人 都可以蒙受那个德光的普照 而得以免除到灾难的什么 一个伤害 所以后续就在整个的 省思过程里面就发觉到 不论从哪一个角度去思维 去考量 在在处处 除了修道 似乎也没有其他另外一条路 可以让我们去避开 这么一个艰险 灼绝环境的一个到来 然后又回到原点 如果你道理我们明白的不够 修行这条路会那么容易吗 尤其我们待在佛堂的时间 是如此的缓战 比例如此的微小 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 在灵力 在家庭 占了我们大部分的时间 在这么多的空闲时间里面 要如何找到一个声音 可以不断的唤醒我们自己 不要去沉迷 在那些不当的思维当中 做出了错误的行为 那这股力量从哪里来 从道理而来 所以你不论在哪一本经典里面 他都不断的告诉我们 道理你要明白 理不明 道能修 道理你要明白 因为没有道理 我们就欠缺 那个洗涤内在的 那个清洁剂了 所以我们明白道理以后 抚养之间 都可以看到天地万物的 无言的说法 这也是我们在上一堂课里面 跟前前们分享的 天道的一个内容 第十一章的天道 我们已经讲完 我们再来回思一下 在这一章里面 我们师尊老大人 跟我们叮咛了哪一些的事情 是我们作为一贯道的弟子 我们自己要去耳听灭命的 不断的在里面产生那种 进化的作用 透过外在环境 环境万物的一个视线 能够开启我们 对于道的什么 一个尊重 能够听明白 万物的他的一个呼唤 在唤醒我们 如何透过外在的环境 看到里面的 这一个小周天的一个运作 所以我们先来看 我们不论读老子的道德经 清静经 或者我们读 佛门的内典佛学 都可以规划出这样的内容 常讲一阴一阳之味道 无极是体 太极是用 太极里面含了阴阳二气 有阴阳二气 来来回回不断的激荡 清气上升成为天 然后浊气下降成为地 上天的是阳气 行成天的是阳气 沉落下坠的 那个叫做阴气 有了天地之后 动直飞且一切万物 才有生存的气世间的存在 天上飞的 水里游的 路上走的 才能够在天地之间 我们讲各安其位嘛 所以我们再读中庸 有读到这么一句话 至中和天地未焉 万物欲焉 这一句话 如果放在老子的道德经 德义章里面 他就讲 天得一以清 地得一以明 天地如果有道 那么就天清地灵 以我们来讲 你就没有所谓的 突如其来的暴风雨的天灾 也没有那种 天崩地裂的 那个地震的灾难了 那天地 它是无情之物 它是气世间 它怎么会产生 这样的作用 那是因为 寄居在天地当中 身为万物之灵的 我们 一切的言行造作 违背了良心本性 所以感召的那个磁场 氛围不好 形成了天地里面的 天灾人获得 不断 我们伤到了我们自己 我们也伤到了 无辜的其他的 有情众生 鱼在海里游 他何曾犯过错 路在地上跑 他又何曾造过业 可是当天地 有了灾难的时候 海水受到污染了 动物生存的陆地空间 被我们任意无情的剥夺了 他就在我们人心的一个作祟 贪得无厌之下 我们对友情的众生 我们形成了这么大负面的伤害 如是因得如是果 日积月累之下 才有今天台山到海 入海空 三界友情的一个反击 从天 从地 从水里来的 都来报仇 所以我们要免除这场浩劫 改变饮食习惯是第一条 不论你是为了自己的安危 或者真的本住于慈悲 你都应该要去适度的调整 我们的饮食习惯 从肉食走到素食 而且要去广为的宣传这个理念 因为让每一个大众 都能够得到这样的资讯 他们就会慢慢的去站在自己的角度 思量那个利害关系的时候 他会在日常饮食里面 逐渐的去做一个调整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这是天地带给我们的启示 有了阴阳二气 才有一天的日月的轮替 才有一年四季的更换 然后才会适应各种不同的 农作物的一个生长 来供应我们有情众生的需要 然后我们再来看 这是外面的阴阳二气 所带来的一个情形 那就我们人体而言 父亲提供我们精子 那个叫做阳气 母亲提供我们软子 那个叫阴气 一阴一阳腹肌母血合合 十月怀胎逐渐长成 就由我们这个色身肉体 它也是阴阳二气 激荡而成的一个有形的物质 当天地一阴一阳形成之后 它提供万物这么好的生存的环境 那我们呢 当父母给了我们这么一个色身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去造作出一些 让父母觉得骄傲的事情 也就是我们有没有发挥 我们生命存在的那个价值 我们来人世间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们去思索了吗 不要认为我年纪大了 人生即将迈入到最后 想那么多做什么 就是因为 等待我们的未来 似乎那个时间的段落 越来越短了 我们才有必要 在最后的这一段 生命存在的时候 多放一些正确的观念进来 让我们未来生再来人间的时候 我们能够踏出最美好的第一步 这个叫做根气 也是我们十二章要探讨的内容 我们不会因为这一次的学到 回到东帅头天 再来人间就参与龙华三位 没有这一回事 佛经不是这样记载的 现在是简节的第九小节 人的平均寿命不到八十岁 佛经讲 将来人世间环境的恶劣 外在条件生存的艰险 还有那么多的一些疾病 细菌的一个染污 人与人之间的破坏 我们人类的平均寿命要降到十岁 到了十岁以后 已经达到极致了 人类几乎要灭绝了 在那种情况之下 会激发出另外一个善的因缘 就像后学刚刚引诱摩天伦来讲 已经走到最低处了 脾极则太来 他就慢慢开始往上 大家都厌恶了这样的环境了 都开始去思维 这种恶劣环境的由来了 于是彼此互相叮咛 互相影响 互相劝告 又慢慢的从那种 纯恶的环境当中 一点一滴的 寻回了那个良心本性 然后渐渐造作善业 人生 人世间才从减节开始进入到增结 寿命从十岁就开始增加 平均寿命达到八万四千岁 那个时候才是弥勒佛来应运的时候 那我请问你 这段时间你在哪里 你在哪里 你在哪一个天 修行成佛 绝不在三界之天 还是一定在欲界的人间 换句话说 你必然再来 而且来还不会一次两次 那来的时候 要用什么样的条件 我的外貌如何 我的坎土如何 我的阿赖耶事里面 基纯的那些的种子 到底是善的多 恶的多 正之见多 邪之见多 你这一生所造作的善因缘 有多少 都攸关未来生 你把你自己如何包装 你是用破红烂铁 堆积了一个无敌铁金刚 还是用钛金属 敲出来的 那都是现在我们要做的 你回天再做就来不及了 然后从那个时候 瑞士的修为 他就像盖望丈高楼 一层一层往上足迹 所以后学不断的在 唤醒大家注意一件 一件很残忍的事实 那就是 假如不在人生的最后 这个阶段 多放进去一些 正确的观念的时候 未来生 我们是岌岌可为的 为什么 福大会少 第三是就堕落了 未必保有人的资格 理解吗 未必保有人的资格 因为人在福中 亦作恶啊 那如果我福根会 齐头并进呢 那所有累积的福报 是可以透过我们智慧的一个左右主宰 而让我们发挥大用 唯摩绝居士 经历如来再来 请问你 他永的万贯家财 是不是让他可以有更大的力量 去寄若福起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没有良好的正知见 在阿赖言世储存 未来生拥有再多的外在的条件 有美色 有财富 有地位权势 那又如何 花终归是要卸的 卸了以后呢 你有善法的种子 落在泥土里面 形成未来生 另外一个更好的条件吗 未必 这是我在诸步经典里面 累积出来的一个不变的原则 所以不断的鼓励前贤们 你要给自己有一个要求 要求自己 在一年之内 某一些班旗的道理 我要彻头彻尾的研究到底 不要怪自己年纪大 学习不够 后学有去基隆校中 定级讲课 有去花莲尊光佛堂 去参与他们的班旗 这两个佛堂 年龄层都相当老化 尤其是花莲尊光 可是你看一看 每一次我过去的时候 我想其他讲师也有这种感慨 那个佛堂是没有电梯的 去参班的时候 老菩萨一个一个有没有 自动走上去 听完课 用完餐 没有一个提早离开 大家拿起托把 扫把 扫佛堂 扫餐厅 扫楼梯 平均岁数多少 我觉得那边如果八十的话 才算是年轻人 真的 杜爸爸是还没长大的孩子 因为他才七十几 所以这些就是一些活生生的视线 从他们的身上 我们要去给自己有那种学到的毅力 这就是后学举这个例子跟各位前一讲 你明白的越多 触目所见 没有一个境界 他会白白从你眼前掠过 而不带给你任何收益的 你都可以从这个境界来跟去之间 你得到有些启示的 年纪越大的人 他过去的德性在五人关系上 他亏欠的是越少的 因为他们在古老的教育之下 逆来胜受 他不像我这种年轻人 我们有很多新的思维 有一些自私自利的我执 我对抗古老的道德 我不愿意服从的 我会顶撞的 我会反抗的 所以修道对我们而言 我们有很多地方要补强的 可是老一辈的这一方面欠的真的很少 那为什么还是不厌其烦 坐在那边 独你千遍而不厌呢 那就是道心 那个道心让他在不知其所以然的时候 做出了最正确的抉择 时间到了我就参班 我就听课 您不要问我 他记得住吗 记不住是我们的肉体 他会老化 我们的灵性从来没有老化一个字 他也从来不会得失忆症的危机 所以佛陀才讲 一粒耳根一粒眼根 凡看过听过 他都原封不当的储存在阿赖耶士 这就是老菩萨 他们的未来有庙 绝对可以立于安全可靠不败之地 因为他们这一生 在年轻的时候对于道场的护士 到老的时候对于义礼的一个吸收 每一个人生的阶段 他们都把握的相当的完美 所以未来生就在这样浮惠 其头并进的时候 他们拥有了良好的一个基础 那我们呢 如何让自己不要虚度一生 这应该是眼前我们最要去注意的事情 或许要提醒各位前显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一切万法为心所造 如果我们不断地告诉自己 我老了 我年纪大了 我记忆力不好了 我身体衰败了 那么这一种老化所带来的残酷 它就会很快地在我们身上呈现 因为一切法从心向生 你喜欢让自己看起来老太隆重 你喜欢让自己处于失忆的一个状态 它就让你一切心想的事情 都能够称心如意 所以不要忽略了新的一个力量 所以我们要常常灌输一些的 正面的支鉴进来 去激发我们内在的正面的能量 所以我早上在看书的时候就思维 其实我们在座有很多的老菩萨 都八十岁以上了 你看那个身体多健康 你们绝对不是三等公民 可是三等公民多不多 太多了 如果没有走修行的路的人 等着太阳出来吃早餐 等到日正当中吃午餐 吃饱了就开始要睡了 等到日落黄昏吃晚餐 吃饱了开始要睡了 又等到明天早上太阳起来 又等到明天早上太阳起来 我见过这样的老人 到了四等公民 你想到这第四等的时候 你就开始心酸了 对不对 前面的三等还可以慢慢等 后面的一等等不到就悲哀了 但是我有把握 我们在座任何一位前贤都不会变成这样子 为什么 因为于这一方面 我们有一个最起码的一个正确的认识 这就是修行在日积月雷里面 带来的一个讯息 你认为很简单 就应该这样做的事情 本来就如此啊 可是在大多数的老人身上 他不是如此 我可以告诉你 如果我没想错 我估他七成八成的三等公民 不在少数啊 您才知道 您是现在的世界上 稀有动物之一啊 为什么 因为你把自己的生活 安排得如此之好 所以 如何规范自己的生命 创造自己的未来 是眼前我们要去思虑的 第二个 天代表时间 所以我们讲 度日如年 一日不见 如隔三千 三修 以天作为时间的比喻 地代表空间 所以我们在移换到 不同的地点 去到某个国家 我们都讲 我们到某某地了 对不对 天地有时间 空间的一个比喻 那我们学到人 看到天与地的时候 我们就要想一想 我们不是修道要立愿吗 那我们立的这个愿 只给予这一生吗 不是 要让这个愿力 跨越时间跟空间的一个束缚 让未来生 我不论降生在任何一个国度 我是哪一个人种 哪一个位阶 我修行的愿力 永远是无远佛界的 不会因为时间空间的改变 我就迷失了自己的方向 这是发愿所带来的好处啊 所以后学也曾经跟各位前行人提醒 不要说我将来一定要到某地降生 我将来一定要嫁给某个人 我要做某某某人的什么样的孩子 我要做某某人的什么样的孩子 由不得理 由不得你的事情 何必要去浪费那个口舌 他是没有人种之别的 你的愿力如此之大 上天就会救我们的愿 去给我们未来生 做一个最好的安排 这也是刚刚所讲的 你想什么 老天就给你什么 不是举过阎伦王身边两个小鬼的故事吗 一个只想从人家的口袋里面 剥一些东西出来 你的东西都给我 他认为这是致富的唯一的途径 另外一个想 我要如何到人间去做人的时候 提供给别人很多别人想要的东西 在听两个小鬼不同的心愿的时候 看起来好像A小鬼发的愿 对自己最有利了 阎王一听 当下也如你所想 你那么想从别人口袋里拿东西 去做去吃 去吃都要饭 大牙 给我一口好吗 是吗 看你很可怜的 一口好你 是吗 你想了吗 我给你了 那你那么想要给别人东西 你的口袋如果不够大不够厚 你哪有东西可给人呢 所以我也让你想的成功 降生在富豪之家 让你继承万贯的家业 然后你可以圆满你的心愿 理解这个意思吗 我们发愿成活 普度众生 看起来这个责任 很艰难 然后当我们愿意担负起这个艰难的责任的时候 第一个受益的是我们自己 是我们先脱离三界之苦 是我们先得到长乐我尽 然后把这个快乐跟别人去分享的 这个叫做愿力 不要限制自己的愿的一个所谓的发挥的一个空间 要无远佛界 第三个 亲戚上升为天 浊气下降为地 人身上也有亲戚以及浊气 我们的亲戚 就是良心本性 所形成的善良的一个作用 那个叫做天性 我们会爱人 我们会怜惜人 我们会尊重人 这叫天性 死不嫌母丑 这个叫天性 可是后天的环境 的一个不当的学习 我们也灌输了很多负面的东西进来 形成了我们的习性以及鄙性 这叫浊气 如果我们发扬我们的天性 我们就飘飘在天堂 如果我们放纵了自己的习性以及鄙性 这一缕方魂就只有往三恶道去走 所以我们进入道场 从过去听到现在 不论透过哪一教室的叮咛 他只给我们六个字 作为努力的一个大前提 那就是改习性化病性 如果怎么讲自己依然不肯改 那也无法 因为无名的一个缠绕 当我们不断的放纵自己的意思的时候 你就会放纵自己的行为 我们对于上天所带给我们的那种呼唤 叫我们要如何去振奋的这种善良的声音 我们完全会听而不闻 因为无名太重 最后自作孽不可活 也怨不得天啊 我们听过古德讲一句话吧 天作孽有可为 自作孽不可活 这句话的真实的含义是 我们每一个人因为过去生行为的好坏 而形成了这一生禁欲的顺利 天是就我们过去生的作为 给了这一生的生命的一个安排 但是这个安排可以透过现在 我们的立志修行 而去做一个改变的 因为修到改变的气质 就改变的命运 而改变气质 也无非就是改形性化底性 这个叫天作孽有可为 但是如果这一生 我依然自甘堕落呢 我不肯发愤图强呢 上天也从来不会勉强我们 为什么 因为大道本自然 所以了解的无名的一个恐怖 他所造成的后患无求 如何让自己保持一个清明的心 让六根对应六成的时候 不受外在虚花甲井的诱惑 而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 这就是透过听经文化 回光返照所带来的一个妙用 天动地界 清静经里面讲的 为什么讲天动 你看到太阳月亮 它的东升西落 地球的一个自转跟公转 这个代表天动 但是天的一切的作用 它是自动自发的 没有任何人在里面发号司令 去主宰它 今天时间到了 太阳该升起 傍晚时间到了 月亮要给我什么升起 没有任何人发号司令 但是不论一年的春夏四季如何变换 我们看到日月的轮替 从来没有脱续的时候 不会时间到了白天 看不到太阳 晚上看不到月亮 当然如果狂风暴雨 那是视线不好带来的错觉 并不是太阳月亮不见了 所以斧头看到天 他告诉我们 佛规里面有一个叫做责任负起 我们在道场上要扶持道物 才能够让这个道场 很能够顺利的运作 每一个工作 我们是要自动自发的 那地的象征是代表静 从来没有看过 地会发出任何的声音 地的特色 薄厚载物 假如我们今天踩在冰层上面 那个冰层如果很薄 一下子我们就堕落到水中 对不对 这个大地能够容纳 这么多有情无情的众生 都被这个地给负载 你看喜马拉拉山 它在哪里 它坐落在这个大地之上 你看那个大江大海 它不也坐落在这个地球之上 我们这么多的动植飞浅 哪一个不是栖息在这个地表上 这个叫做薄厚载物 那放在我们的身上 是告诉我们 我们的德性要厚实 德性越来越厚 心量越来越宽广 我们能够影响的层面 就越来越大 所以在道之宗旨里面 开宗明义就教我们 端品重礼 借由首领首规矩的时候 端品厚实了我们的德性 那个就是伯厚 有了伯厚的一个德 我们才有更多的力量 去帮助别人 而拜帮助的过程里面 偶尔会有一些不好的境界来 学习大地的忍辱负重 逆来顺受 所以我们透过这样子的 天地的一个显现 就告诉我们 我们在所有学到 修到的过程里面 对于该做的事情 自动承担 承担以后义无反顾 没有任何怨天尤人的言语 从我们嘴里脱火不住 都没有 如果有 就表示我们的胸襟不够辽阔 所以这就是圣人 他所以可以被称为 先知先觉的原因 我们如果没有透过 释迦牟尼佛的宣导 恐怖子老子的一个引导 透过三教经典的一个阐述 我们天天寄居在天地之间 各位前贤 你何曾想过 一个高高在上的天 一个每日为我们践踏的大地 既然隐含了这么多 立身处事的道理在里面 这个叫先知先觉 而我们作为一个后知后觉的人 把所有的启示 这么简单的就完全融会贯通了 那要不要起而行 把它行诸如外呢 那就是我们自己的决定权 还有我们的执行力如何 第五个 天代表高明 天外有天 坐飞机的时候 从来没有看到 飞机上面就顶着 天的一个界线 似乎永远还有更高一层的天在上面 它代表高明 地代表飞下 我们我觉得我们的脚够飞下了 但是脚下面还有一个被它践踏的东西 那叫做地 那这个时候天地又带给我们另外一种呼唤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在笑天法地的时候 它是告诉我们 我们对于德性的一个累积 不要德少为足 化地自现 要不断的往上去提升的 跟育月去并美的 像日月一样的高明 我们才能够配列为三才之一 但是有这么高的一个志向 要去厚积自己的德性 眼前入手的功夫 就要眼高手低呀 从最卑微的地方去做起 在学习的过程里面 友谊必问 在立身处事的时候 心形平等 欲有任何人给我们不当的对待 不起称分之心 学常不清菩萨 领尽所有一切的众生 这个叫做地的一个悲香 所以才讲 先受益 满招损 力的怨力要大 德性要高明 然而你起手入手的功夫 却要从最卑微的地方 开始去做起 不可以觉得自己 懂得够多了 已经够饱了 然后就化地自现 再也不肯往上去提升了 这是天地的另外一层的启示 最后我们看到天地 他有这么多 作育万物的功能转 原因在于哪里 在于他无我 因为无我 所有的功能就可以往外面 去放在其他的万物的身上 我们因为有我 当对于我的执着 越来越强的时候 我们心里能够容纳别人的空间 就越来越狭隘 如果达到了 唯我独尊的狂傲的一个心态 三恶道就是最后我们栖息的场所 所以要学会天地 这么一多的一些的大道理 无非也就是 又回归到释迦牟尼佛所说的 四大是甲壶之体 地水火风凝聚而成的 缘起则有缘灭则舞 那个对近而起的分别心 那是你屡是坚固执着 所产生的一个幻觉 你不要被那个幻觉给左右 而用那么坚固的主观意识 去评判周遭一切的人数物 以合我一者为对 不合我一者为错 就在这样的一个观照之下 把那个身对我的一个障碍 把那个心对我的一个主宰 我们渐渐的就去化掉 这个我失我知的心越来越少 我们才能够行出 佛陀所讲的慈悲洗舍 这个舍就是舍去人我对待 没有人我对待就冤亲等官 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似乎不是如此 人的分别心越强 在人与人之间 画下一道什么 一道坚固的所谓的城墙 隔绝了人与人之间 互相流通的那个机会 最后伤到别人 不也相对的把自己 陷在一个最不利的一个境界吗 而整个所谓的科学的一个进步 他带给我们的 不都是让我们的心量 越来越狭小吗 您昨天有没有看到一个新闻 一个读小学三年级的男孩子 喜欢在网咖里面打电动 那打电动不是偶尔口渴要喝水 还要去厕所 杀泡尿吗 这小孩子还真聪明啊 他觉得杀泡尿都剥夺了他打电动的时间 学都不想上了还去杀泡尿 吃的东西可以摆在那边 对不对 你们知道他做了什么事情吗 他在自己的身上接导庙馆 不用离开 就坐在那边有庙 要庙就自动下去了 我还不知道这要怎么接呢 我看到这个新闻 我是目瞪口呆呀 有这么高明的医学观念 怎么不去学医呀 他用在这个地方 各位前贤 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的下一代 处在一个多么艰难的环境吗 如果这样的观念越来越多 他不会静默着黑鸡飞尘室吗 所以不结婚不生孩子 也没有什么不对 我觉得那有争知灼见啊 因为少了一层挂爱嘛 自己飘飘在天堂 不要回头看 我的敬孙啊 在那个时候在打电动 身体没烂 但是倒了一个倒尿管 各位前贤 你说小孩子不聪明吗 他不聪明他做得到吗 很难想象吧 我到现在都觉得 我是不是进入了一个幻想的空间 但是我确确实实看到这个报道 所以何讲是 不要对那两个宝贝儿子太科虐了 要求太多 口出恶言 人家最起码没有这样子 人家花多少时间在课本上面 多么奉公守法 这叫爱之生则之切 人之常情啊 有的时候就会想一想 我笔上不足 我笔下凑凑有余了 我的孩子不是第一名 但是如果一到一百 他最起码还在七十八十 我很安慰了 你想到如果你生出了那样的小孩子 那样的观念 你还吃得下睡得着吗 所以外在的空间 外在的世界 对年轻的一代 带来太多负面的诱惑 这是下一代来 虽然在物质上有很多的享受 但是他们与生俱来 有很多不正常的观念 在默默的想要去清洗他们 要影响他们 所以这个世界将来会渺无人烟 除了有一部分是天灾造成的 大部分是人祸 第七个 阳是刚 阴是柔 我们说前道属阳 昆道属什么 属阴 意思 男孩子要有阳刚之气 女孩子要有阴柔之气 阳刚就是你要能够做主 阴柔就是你要能够逆来顺受 过去我们用这样两个截然不同的标准 倒是我们女孩子 你就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对不对 可是我们在这边谈阴阳两个字 就不是要灌输你这个观念 不论男生女生 都是腹肌母血合合而有 所以阳刚阴柔 是存在你我每一个人的身上的 我学到的人 不论你是前道你是昆道 你透过修道 你要学会让自己的阴阳二气调和 刚柔能够什么 能够刚刚好 无过与不及 这个无过与不及 正确的标准就是内刚外柔 内刚我有所为有所不为 在艰难的环境 我也不改变我修道的什么 一个初衷 在艰难的挑战 我也不让自己做出 伤害别人的行为 来满足自己的需求 这个叫做内刚 有所为有所不为 外有事 你外在环境的变化 不论如何 我都因为内在有一个主宰 所以我不会因为六神无阻 而猖狂失措 不论顺境逆境里面 都给别人那种安详的感觉 不要让自己锋芒毕露 处处显现我高人一等 这个叫做内刚外人 这样的人必然有良好的人际关系 这样的人 他就必然得到上天的一个照顾 如果我们反其道呢 我外刚 外刚就是像刺猬一样 有灵有脚 碰这边也不行 碰那边也不行 讲这个也不可以 讲那个也不可以 些微的言语动作 你们都对我造成伤害 这叫外刚 把自己弄得像刺猬一样 走到哪里 刺到哪里 看起来外面好像堕堕有礼 但是回归到里面 遇到重大的事情的时候 墙头朝两面倒 没有组建 这样的人 你认为他会成功吗 不会 所以我们在现象界看到 现在不是都宅配吗 我们买了很多的一些的电器的东西 电器都是硬体的东西 把这个东西放在盒子里面 透过交通工具运输到我们手上 他外面要不要用一个东西去包装 一定要 要不然在搬运的过程里面 他就容易产生了碎裂 而这个包装的东西你看 他一定是用软的东西去包装 让这个硬体之物跟另外的硬壳子之间 能够减少它的摩擦 减少它的对立 然后才能够透过别人的一个宅配 这个东西完完整整到我们手上 这就是我们透过21世纪 我们在购物的时候 你就发觉到了 我们立身处事 一定要内刚要外援 所以老子讲大致若语 真正有智慧的人 他绝对不会跟别人落下一句话 你都不知道 这行我最不知道 对不 他不会 真正一个有德的人 他一定把自己的位置摆在最低的 他不是刻意的做作 也那样的一个行为 而是他的德性就告诉他 他无我 他怎么会有那么一个高傲的态度出来 所有这些 我要揉到什么程度 里面的我去化的越多 外面的身体的柔软度就越来越高了 所以前面跟各位前贤所谈的这些 都是透过第11章的天道 把它综合起来 告诉我们最后的一个启示 剩下的时间 我们在下一堂课 再跟各位前贤分享 感谢天师德 谢谢各位前贤